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報價單做完以後 要做什麼? 報價單做完以後 我們要 一定要做一個什麼呢? 憑證 要做憑證 憑證呢 把憑證做好以後呢 最好我們也要了解說 列印 所以上禮拜呢 我們講 花了很長的時間 在說明憑證跟列印 這兩大部分 憑證跟列印做完 那我們今天呢 還要再跟各位再做一個 加強一個部分 因為上一次我們在談說 報價單裡面有兩個很重要的東西要放進來 一個呢 是品號的建立 如果沒有 你在報價的時候那個品號是不存在的 我們要做品號 另外呢 如果你的報價單裡面有客戶 不存在的話呢 是新的客戶 我們要做新的客戶 客戶的建立 好 那這個禮拜喔 這禮拜呢 這禮拜呢 今天我們要練習這兩個東西之外呢 我們還要先從另外一個部分跟同學們說明 哪一個部分呢 我們要說明說 假設品號 品號建立的時候呢 如果品號已經建立好 我們品號要怎麼樣呢 如果有需要修正的時候 我們要做一個品號 的什麼呢 品號的變更 品號要變更 變更的作業 然後一樣喔 客戶的話呢 客戶也要做客戶的變更 好 它是一個異動的東西 好 這兩個做完以後呢 我們接下來 會正式開始 做報價單的練習 所以這兩個做完以後呢 等一下我們就開始進入 品號變更作業 跟客戶的變更作業 當然 過程中我會教你們怎麼去做 另外呢 我還要把這個部分做完以後 有兩個 今天有兩個新的進度 一個是 我們報價單是一般的報價單 報價單呢 接下來是訂單 報價單完以後呢 我們接下來呢 要做訂單 好 訂單的作業系統 那另外呢 我們也可以做什麼 合約的訂單系統 合約訂單的作業 這兩個呢 我們希望今天能夠完成 好 讚請一下 好 那這兩個今天一定要做完成 如果 這裡面而且裡面大概會有四個 練習 四個練習 那同學們今天時間很 很寶貴 很寶貴喔 沒問題 很寶貴一定要在 我希望能夠按照時間去作業 上禮拜 上禮拜沒來的同學 你們自己要跟上進度 好 那我現在來開始來說明 我用我的部分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好 那我現在要把我的整個 螢幕要放過去了 好 我把所有的螢幕放進去了 有沒有過去了 有齁 好 那我們的資料在哪呢 今天進入 今天進入 配銷模組的第五章 第五章的第一頁開始 第五章的第一頁開始 打開第五章第一頁 這裡面我同時跟同學們說明一下 他們裡面有一些考題 我同時說明 然後我也提醒各位 我已經把上禮拜六十題 的題目跟答案都放在網頁上 有沒有去看了 有去看的舉手 上禮拜的題目 沒有 沒有找到 怎麼可能 來我馬上找給你們看 不可能沒有找到 ePortfolio學習歷程 學習歷程 打我的名字 好 進入這個網頁 這裡面呢 麻煩你看這一邊 這邊都是有一個 100之一企業管理 企業資源規劃 ERP 進來以後呢 我有第六週進度 然後第一次平常考試試題 進來 進來 我有一個連結 有沒有看到 連結進來 這題目都是了 然後 而且應該也有答案 現在因為我這個網 這個 這一台電腦它是 有那個還原卡 所以它重新叫 好 來你看 所有的題目跟答案都在這裡面 總共50題 好好看一看 這個呢 其中考至少考70% 另外還會有別的題目 我慢慢加給你們 好 這個是自己上去抓一下好不好 好 我們回來看看 今天的部分 五字一頁你們看看 新品號申請流程 有沒有看到 五字一頁的新品號流程 你們課本 也就是這個 這是第五章 品號管理 新品號流程 為什麼會有一個叫新品號流程呢 你們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在上一次我們在講品號建立的時候 是在第三章 這裡面呢 新品號為什麼要有一個新品號的申請 注意這裡 這裡有一個考題 契約喔 有些契約他必須要在新品號有一個叫做申請過程的一個 這裡 下面這個這個地方 新品號申請喔 如果有新品號申請才要用這個新品號作業的程序 如果不是公司沒有規定你新品號一定要經過申請的話呢 那你直接在上一次三支十幾吧 三支十幾 有一個三支十六的樣子 三支十 三支十有一個品號建立 直接在那邊建立就可以了 好 如果新品號建立是因為他有特別的由公司內部呢 做一個檢核的功能在 所以他必須要新品號申請由主管來核定才能夠使用 那這裡有一個案例 這案例呢 你們看的課本喔 我把這個資料抓出來 新品號一定會在哪裡 在庫存對不對 然後呢 新品號本來在品號建立裡面有品號建立資料 這個 然後這裡有一個新品號 如果公司沒有特別規定 你就是直接品號建立就可以 如果公司有規定你就到新品號這邊來做一個建立 像課本上的五支二頁 五支二頁 這裡面呢如果我們要做一樣的一定是新增 一定是新增 假設照課本這個41001 好如果這樣打下去的話你看喔 它可以有一個41001 品名是什麼 假設我的品名按照這個部分來打 我隨便亂打 我隨便亂打 規格我隨便亂打 目的在什麼 目的在等一下我要做品號的變更作業 好 那這是第一個 然後呢 基本資料假設 我照原來這個原料 然後基本資料 這些我都照這個原來的 我不去做變更 然後採購管理 我這個白色的我都不去做 等一下可以做變更處理 這裡都沒有特別說 看一下檢視過了都沒有問題 只有剩下這個 這個是單位 單位如果用EA 就是個的意思 我把它通通再檢查一遍 我把它通通再檢查一遍 好 沒問題了 我就打勾 打勾以後呢 實際上它已經建立一個新品號了 然後我們來查看看 結果呢在這裡有沒有看到 好這時候新品號已經建立完成了 可是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確認 確認 確認一次 正式品名我給他 那這個正式品名必須是由主管 而且他知道怎麼樣編碼 而且不會重複 如果重複他告訴你重複 你看喔 41001 假設我這樣 我確認 他說已經重複了 對不對 他就不可能給 主管 這是主管給的喔 假設我給099 謝謝你 沒問題 就表示說這個新品號已經建立好了 好 記得喔 我們上禮拜在交的時候呢 這些我都講過囉 這些通通都講過怎麼做囉 每一個都講 我不再去說明了 在品號建立的時候 只是這裡做一個叫做新品號 公司如果特別要求 你必須要先新品號來做 他會有暫時的號碼 好 接下來第二個呢 如果是品號 你要做一個變更 品號可以做變更 品號變更在哪呢 在我們的 五至三月 五至三月 好 五至二月的部分呢 我們同時先看一下他的考題 他的考題喔 剛剛講過考題就是 前面這個部分喔 假設契約界沒有新品號申請流程 可以直接在品號建立作業去做 另外一個 品號新品號作業中呢 新增一筆資料 這個品號呢 是暫時性的品號 可以跟正式品號相同 或者跟公司的編碼不同喔 新申請品號的時候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 但是呢 他不能跟暫時性的品號重複 其他暫時性品號你就不能重複了喔 好 這是兩個是考題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個我要跟同學們說明的喔 說明什麼呢 我們第二個叫做品號變更作業 為什麼要用品號變更作業喔 品號如果 我上一好像前幾次有提到 如果你品號是重複的 如果是重複的話呢 你會影響到公司整個作業喔 就像每一個同學學號不會重複一樣喔 那如果你要去做變更的時候呢 希望說有一個紀錄 那誰變更的 變更完以後呢 是得到什麼樣一個 多一個紀錄喔 所以我們現在呢 假設我們在五支事業 在庫存系統對不對 好 那庫存系統裡面呢 如果是品號變更的部分 他是特別的喔 在這裡看到沒有 我現在你看我們螢幕上面 在庫存管理裡面 不在基本資料喔 是在品號變更管理這邊來喔 看到喔 好 我們這裡呢 品號變更進來以後有三個部分 一個是什麼 品號變更建立 一個是品號變更單據的憑證 另外一個是變更明細 所以就像我黑板上寫的喔 憑證今天也要練習 明細也要練習 品號變更也要練習 好那我們先做一個品號變更 品號變更建立作業進來 課本的案例告訴你喔 課本的案例告訴你喔 看一下五支四頁喔 它說 五支四頁它說什麼呢 它說有一個三角架 900001 我們要做變更 變更什麼呢 主供應商跟前置作業天數 好 好 那我們在這裡呢 品號變更裡面呢 我們做一個新增 新增 品號變更這裡呢 我們要新增 主要就是已經有一個品號 我們要加上一個變更的板次 所以我現在呢 我在這裡新增以後呢 我可以查到我要變更的部分 或者說直接輸入 剛剛說是90多少 900001對不對 好 我們如果這個 查出來是這個的話呢 好 接下來呢 它就自動找出來了 我按一下右鍵 左鍵 它就自動 9001是三角架 馬上看到這個 這個是變成0001 第一版 已經改了第一次了 然後 我們看一下喔 這裡有產品圖示 看有沒有要變更 如果有你可以替換檔案 接下來資料展覽 回來看看喔 好接下來我們看看 這裡面 單頭的部分 沒有任何需要修正的 或者沒有任何其他 黃顏色一定要寫 接下來 因為你要去做 變更 一定會在哪裡變更 在這裡面做變更 所以我第一個 進來變更 變更藍號 注意喔 這裡就是它變更的內容 這個內容 是原來就有的東西 我們要做變更 剛剛題目裡面 提到說什麼 固定天數 固定前置天數 固定前置天數 七天 改為五天 固定前置天數在哪 看一下代號是什麼呢 我們找一下 固定前置天數 在這裡 打勾有沒有 看我的螢幕上面 固定前置天數 打勾以後呢 它就會出來了 然後你看一下 這裡面有一個考題 這個 藍位的形態 藍位形態在五支四頁 最底下那一行到五支五頁 五支四頁到五支五頁呢 這裡面看一下喔 如果是C-C-H-A-R 這裡看一下喔 如果是C-C-H-A-R 五支五頁 這裡 好 C-C-H-A-R V-V-A-R-C-H-A-R 這個呢 這兩個是以文字型態的代表 那N Numeric Numeric N 這個是數字型態的代表 好 然後呢 因為 我們再回來看看這個 因為這裡呢 是數字的 布置天數 所以它是N 然後Numeric 看到了喔 好 因為我們這裡面呢 必須要調整 原來的數字是多少 數字欄位原來是7 這個裡面寫 原來是多少 原來是7天嘛 我們C呢 改為5天 好 這樣改了 這是第一個 我們固定的前置天數改 第二個呢 我可以再按住這以後呢 按一個往下 下鍵 再增加一個 增加一個什麼呢 它告訴你說 原來的主供應商 原來的主供應商呢 是要改為冠軍公司 好 供應商在哪 供應商 032 在這裡 好 主供應商 好 你看喔 它是CHAR 是文字型的 原來的名稱是什麼 日興公司對不對 我們要改 我們要改成什麼 改成為冠軍 新文字 新職 冠軍公司應該可以選 冠軍公司是在這裡選 直接選就可以了 冠軍是1004 好 這樣就改好了 好 改好以後呢 我們就儲存 儲存以後呢 自動就改好了 然後我們可以在哪裡 查到這個部分 我們回頭來看 回頭看 回頭看什麼呢 它是不是已經在供應商的部分 做一個改變了 那我們回到哪 哪一個系統 庫存裡面呢 我們可以在品號裡面 品號建立資料裡面呢 去找 我們直接找 找那個品號是多少 就 一樣 品號不會變的喔 品號它怎麼樣 不會變的喔 90001 好 這個 然後呢 這裡面就已經是 我們 找到的東西了 然後它已經會改變了 那我看看喔 等一下我再把這個找一下看看 品號變更 品號變更裡面 好 這個品號喔 變更了對不對 然後剛剛同學你看一下喔 我在這裡找 品號 我從品號建立資料裡面找到它 這版字有沒有改 為什麼沒有改 啊 不是 好 剛剛有同學說 這個沒有改是因為它最原始的版 還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其他的看法 為什麼 看這裡 我剛剛 這是品號變更對不對 變更完了嘛 我儲存了對不對 還少一個什麼動作 確認沒有做 知道吧 好 如果我確認以後呢 好 確認了 沒問題了喔 之後 你看喔 如果確認之後之後 我們來看看 我再重新把品號 建立裡面 把這個找出來 九零零零零零零一 找出來以後 你看 有沒有看到 板 板次變零零零零一了 有沒有看到 懂意思嗎 我剛剛沒有 我做了變更之後 沒有做確認 好 忘了或者沒有做 然後回來 在品號建立裡面 把品號找出來 你會發現 它品號呢 板次是沒有動 根本沒有 還沒有去修正嘛 然後它會原來的東西 它前置天數一定是七天 不會是五天 好 現在我到 剛剛確認以後 這裡就出現 它被修擺過一次了 好 這是第一個 我要做 到這裡呢 完成了 接下來 我們的課本 課本裡面呢 這裡有一個題目 五之五 這有一個題目 不要忘記了 你把這個做好以後呢 我還要怎麼樣 還要做 憑證跟 列印喔 憑證列印怎麼做 等一下要一起喔 把練習一二做完 還要做憑證喔 憑證怎麼做 記得嗎 我在這裡給你們說明一下 憑證怎麼做 憑證呢 在這裡 憑號變更憑證 進來以後呢 我只要找什麼 找剛剛那一張 那一張品號 對不對 剛剛那一張品號 或者我用 或是變工日期 變工日期來找 今天 今天 然後呢 我就一欄 憑號選擇 用 用 期間好了 好 我這樣就可以找到剛剛的東西了 有沒有 好 如果列印呢 一樣的做法 一樣的做法 列印的話在這裡 品號變更明細表 記得喔 一樣 90001 一樣的做法 好 確認 然後呢 它不是收到了嗎 收到了對不對 好 記得喔 等一下要操作了 在這邊 我們進來這邊 注列這邊 看看有沒有完成了 好 已完成在這裡 今天16號 1點50分已完成 我按住它 兩下 點兩下 這就是我們 上禮拜教的對不對 我可以移動 譬如說 我可以把 這個修改者放到前面來 或者 這個 變更的部分 這個新位數字喔 這個欄位是什麼 是這裡 新來 新的是5嘛 舊的是7 然後甚至於這兩個呢 我可以調整 調整什麼 我把新 這兩個呢 做一個 這個 屬性做一個什麼 折行 藍位在這裡 藍位 編號名稱 新藍位 這個我把它變成一個 4 4了以後 5會跑到底下來 你看 原來的故近天事物呢 變5天 原來是7天 對不對 好 等一下呢 要做到這裡完成 完成才算一個段落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我把整個回去給你們 記得看這裡喔 5至12頁 5至5頁 要照這個練習做完 而且要把它變成列印的明細出來 兩個 還有憑證也要出來 好 我把整個到這裡告一個段落 先把還給你們 好 先把還給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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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把還給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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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